啊 悟兔要是附到这个位置 那基本就是赚的 这个位置离地铁口算是比较近的啦 不过开局 别着急下地铁 来到山头 盯着七零方向 不要问我为什么 在那边附火锅 嘎嘎好几次 也惊艳所得 啊 看到没 来了 打 nice啊 看起来不太肥 没必要填毛 直接下地铁 转大的 摇摇车还在 就说明还没人比我快 先试试第一个盒子能出啥 一个价值11W的镜头 还不错 第二个探测器一个 这俩开完就别在外面瞎晃悠了 直接主楼 上面没人蹲 先把脸上的箱子开了 嗯哼 终于出镜了 还有一个在笼子里 这个也挺肥 呀 镜头一个 现在不能再开了 楼下来人来 该实行B计划来 蹲啊 嗯哼 开箱子呢 拜拜 二伙了 天猫去 这武图的辐射区 根本不知道藏了多少老六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先封个宴再说 这帽红的应该是蓝图啥的 哇 精致大局一把 站了站了 还有CPL蓝图啥的 这小子一小会儿的哥伯 开的东西挺多呀 架起来有小百万的 一会儿哥伯 包里头装这么多东西啦 嘿嘿嘿嘿 趁着还没人过来 先把附近的箱子都开了 有黑卡就好说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门里俩箱子 至少能开出小百万的东西 先抽手这第一个 哇啥不错 四只W刀手 再看看另一个能不能出金砖 nice啊 三个红光 这个黑门还不错 出了70W 行了 再去摸索一下附近的箱子 这把应该能轻松破4M 刚好4M 行了 回家去咯 但是回家路上也得小心 这楼六都不清楚 在哪都管人呢 咦 有个金飞箱 这个可以开一下 哇去 小箱 那还等啥呀 再返回到辅热区啊 直接楼顶打了 呀 刚才没发现 这里还漏了一个箱子 还不错 又是十几W刀手 这把金条整的三根 金头整的七个 蓝图六张 小战360W 我的存款还1400W了 挑战一下 试试这两百万一个的箱子 能出几个斤 就两百W 买一个普六 再来 又是普六 再来俩 四百万没俩六七包 血亏 又一个六头 又一点毒眼甲 再来 好家伙 不够了 合着1400W 就出一个金色六七包 包力也太低了吧 行了 下期见 拜拜